今年2月 印度电子跟信息技术部正式发布禁令 禁用54款中国手机 这项禁颇及了腾讯 阿里巴巴这些中国科技巨头之外 也打到了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东海集团 造成东海挂牌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 一个交易就大跌了20% 单单一天就蒸发了4400多亿台币的市值 说到东海可能很多台湾人都很陌生 这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 但是讲到东海的子公司虾皮 那就人人皆知了 毕竟它是台湾流量第一的电商平台 印度封了东海在印度最欢迎的手游之后 下一步就是把虾皮也逐出印度这个人口最多国家的市场吗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东海集团C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股票代号是SE 2月14号这一天 这个SE的股价是暴跌了将近20% 当天市值是瞬间蒸发了160亿美金 换算大概是4400亿台币 等于说一天就跌掉一个日月光投控的市值 东海的股价暴跌所反映的利空 就是印度封了他旗下最受欢迎的手游 叫做我要活下去 FreeFi 这款手游在印度很红啊 根据FANY的数据 去年第三季 FreeFi是印度收入最高的手游 Google Play的下载量超过10亿次了 当红手游被封的利空袭来 东海股价立马崩跌 但是印度其实并不是 东海主要营收来源的市场 去年来自于印度的手游收入呢 是不到啊 东海手游总营收的3% 占全部企业的年营收更是低到只有1.2% 掉了1%多的营收 那为什么会造成市值一天崩掉20%呢 达到160亿美金之多的一个市值崩掉呢 这个答案就要从这家号称 东南亚小腾讯的企业结构说 东海创办人是李晓东 1977年出生中国大陆天津 他在完成学业之后就移居了新加坡 而且在2009年创立了东海 成立至今只有13年的东海 2017年到美国挂牌 短短数年股价从10多块美金 一路涨到去年10月 达到最高峰的372块钱美金 当时市值突破了2000亿美金 李晓东也因此坐稳了 新加坡首富的宝座 事实上东海到美国挂牌之后 从来没有一年是赚钱的 年年亏损之下 股价还能受到市场追捧 最主要原因就是它强大的营收增长 以去年第三季来说 东海的营收达到20.9亿美金 年比成长了121% 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 东海也没少亏 当季就亏损了将近6亿美金 尽管2019年全年亏了14.6亿 2020年亏了16.1亿 市场就并不在意 股价还是一路扶摇直上的背后 投资者看的是 营收增长的巨大潜力 东海之所以营收能如此强大增长 主要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是手游数位娱乐 其次是电商 再来是电子支付 去年第三季电商营收超越了数位娱乐 成为最大营收来源 而知名的电商平台虾皮 就是东海的主力平台 虾皮在2015年的第四季进入台湾 2017年就成为台湾电商霸主了 短短两年就拥有了上千万会员 当时每月成交订单数就达到了800万笔 不过台湾市场只占虾皮营收 跟订单的一小部分 虾皮除了是东南亚最大电商平台之外 也积极进军印度跟中南美洲 这些人口众多的市场 到去年第三季的一年间 虾皮的全球总订单数上升到17亿笔 成长了143% 总订单金额成长了81% 从93亿美金跳增到168亿美金 虾皮在台湾积极的搞这个店面 其实为了就是要进军物流不方便的 印度跟中南美洲 在台湾搞的一个实验 以收集数据跟建立系统模式 这也难怪 印度封了我要活下去 free file 之后的下一步 传言就是要把虾皮租出印度 那么这简直就是要东海活不下去 事实上去年下半年 美股成长型概念股的热度快速退烧 再加上去年9月趁着股价高档 增发60亿美金的新股 以及大股东腾讯在今年1月4号 宣布减持了1.3% 大约市值30亿美金的股票 这些利空讯息 都让东海股价受到了沉重打击 所以我说想象力使得股价飙涨 现实使得神话破灭 再次印证了这个股市不变的道理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k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了 Today才知道天天带你掌握 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1点 LikeToday的理财分类准时上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